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九合一选举后举办的这次双城论坛有何观察点 能否成为接下来高雄 台中 新北 乃至绿营县市与大陆开展交流的新范例 台湾时视频的袁秋毅 李孔志为您深入解读 民进党党主席补选10号开放登记 党魁之争正式开打 民进党各派系各有主义人选 到底谁更能平衡派系成为民进党新主席 新一任党主席还未选出 蔡英文就忙着成立2020竞选办公室 对此举又该如何解读 台湾时视频的袁秋毅 李孔志带来全面分析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再宣布两项人事变动 提名陆军参谋长马克比利出任下一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今年年底去职 人事变动频繁将给特朗普政府带来怎样的影响 特朗普之前抨击2019财年国防预算太高 现在为何又愿意接受更高的国防预算 时视频的员郭宪刚有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 连岸开世界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 在福州向各位问好 选好钻六贵符 全国连锁信任之选 本栏目由六贵符珠宝具名播出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2018上海台北城市论坛12月20号即将在台北登场 对于双城论坛这场台湾九合一选后 两岸互动的棋手势岛内相当期待 希望成为接下来高雄 台中 新北 乃至绿营县市和大陆开展交流的新范例 据报道 由上海市台办主任李文辉 副主任李肖东等7名上海市政府官员 所组成的彩线团9号飞抵台北 10号上午进台北市府与台北市长柯文哲闭门会谈 会谈近半个小时结束 李文辉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会谈中主要谈的是双城论坛内容 主论坛 分论坛内容 还有签的协议 会后参访行程做最后探讨 应该讲这次来的不需此行 看了很多对议题确实有很大帮助 大家关心的是此次双城论坛上海方将派谁出席 我们应勇市长年底那个岁末年初嘛 行程都排了非常非常满 所以呢应勇市长特地安排我们上海分管经济工作的 有一个叫周波的常务副市长 他来参加我们这次上场论坛 据台北市政府方面介绍 此次双城论坛的人数在历届是最多的一次 而台湾媒体关注的焦点则是 两岸一家亲会不会再次成为柯文哲的通关密语 这些细节都还在 因为刚刚的会议中有提到 不管是主论坛分论坛 我想周波常务副市长是在 掌管是经济以及财政领域 跟这次的循环经济主题是相关的 那上海市来来团的部分 也有跟文化环保都市更新相关的贵宾 那在细节上 我想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再做讨论 对于这次的双城论坛 柯文哲则是重申了五个互相 那就延续过去的基础 互相认识 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 互相谅解 而这次论坛 台北市长柯文哲 原本也有意邀请准高雄市长韩国瑜参加 问问看 看他也没有空 我猜现在大家都在准备 人事应该都很忙 我们又邀请他 我们看 如果他提出邀请他 我们再来评估 面对柯文哲的邀约 9号下午高雄市长当选人韩国瑜发出声明 为了筹组市政团队 以及忙于市政规划 确定无法出席 首先我们现在在小内阁筹组的阶段当中 市长非常多的时间和心理 都必须要先放在这个部分 所以韩仙他就是先以筹组小内阁的 这个沟通为优先的要务 所以他在时间上的安排是没有时间可以去参加 不过因为他也是认为这些人 这个会议是两岸之间非常好的交流 所以他也先预祝这个活动成功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诗员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科主 首先要感谢月华不锈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进入今天的话题 这次上海台北城市论坛 是成为了两岸交流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那上海方面派团与会 也被岛内媒体形容是春眼烧来了城市交流的信号 首先想请教一下邱教授 您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 当然这一次台北上海的双城论坛 是受到高度的瞩目 高度瞩目的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因为它是九合一选战以后 两岸之间的城市交流的第一回合 所以不仅是台北市民在关注 所有的台湾各县市的县市首长也在关注 连蔡英文当局也在关注 因为蔡英文当局在想 人不能也搭上便车 使两岸之间能够僵局能够解开 能够使民进党突破现在的经济困境 所以全台湾都在瞩目 第二个这一次呢 虽然上海的市长没有到 但是却派了上海市委常委 也是常务的副市长 那么来带团来与会 代表大陆也非常重视 这一次的双城论坛 那大陆既然重视这一次的双城论坛 那当然更受到了台湾媒体的关注了 那第三个大家会关心 这一次透过了金涛骇浪连任成功的柯文哲 会在这一次的双城论坛中 会对于他的两岸论述会有什么样的突破 当然我个人认为不会突破 而柯文哲也已经说了 他依照惯例 他不会做标签式的语言 所以我也预期他不会突破 那很多人在关心的是 他上一次因为说了两岸一家亲 使得双城论坛半成了 而他也声名大噪 那这一次他会不会在两岸一家亲上面 那么对两岸的论述有所琢磨呢 会不会谈到九二共识呢 那么很多人都在关心这方面 柯文哲的议论 尤其是现在白绿合作 正在进行最敏感的阶段 那柯文哲怎么说 柯文哲怎么做 媒体都会用放大镜 显微镜 做放大的检视 做渲染的检视 所以柯文哲本人一定非常的小心 而台湾的媒体也都在关注 柯文哲的肢体动作 柯文哲的语言 柯文哲的一言一行 所以这一次的双城论坛 恐怕是台湾在九和一选战之后的 另外一波的政治高潮 而且这个事情非常的戏剧化 其实呢 这个了解新闻的朋友可能会知道 今年十月份的时候 这个台湾方面陆委会呢 还设置了很多的前提桥件 去阻挠上海台办的官员来台 而且他们号称啊 是所谓的这个自我防卫机制 但是现在呢 这个李文哲一行赴台了 这个台陆委会就非常大方放行了 李教授 我们怎么去看待民进党当局的 这样一个转变呢 事实上民进党的转变 也不止这一桩啊 民进党过去以来 所谓的法夹弯已经很多了 那么这一次的法夹弯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一方面是因应的选举的一个结果 多数的民意 大家都知道这次的选举 所有的绿地几乎变蓝天 国民党拿下了15个县市 得到多数的选票 而这15个县市 可能还要加上柯文哲的台北市 未来可能会构筑一个 所谓的两岸工作小组的连线 他们大概都愿意接受九二共识 那么希望能跟大陆能扩大交流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民意的选择 让民进党的高层 不得比面对这个现实 还有一个状况是 也许民进党认为 败选也是一个机会 民进党想搭这样一个便车 是不是能够借机会 某种程度的部分松绑 所谓的部分可能是在经济层面的 在地方县市层面的 他在这样方面的交流上面 他愿意松绑 那么让这样的所谓的地方县市 去做两岸的经济交流工作 所谓原来韩国瑜那个竞选的口号 东西卖得出去人进得来 那么这样的交流 其实某种程度 如果民进党愿意放宽的话 好像民进党也有功劳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似乎能够对他过去两年多来 台湾经济长期的低迷不振萧条 那么似乎找到一个可以解决的解药 如果因此让台湾经济能够恢复 好一点的表现的话 那么民进党当然也有部分的功劳 如果没有表现的话 当然他要把这个责任 就推给这些蓝营的15个县市 推给所谓的九二共识 就是说蓝军即使主持的地方县市政府 即使接受了九二共识 即使跟中国大陆经济交流了 好像也没办法让台湾经济改变 所以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说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做法 在坚持他的政治的原则之下 他愿意在经济的上面部分的松绑开放 让地方县市政府 能够跟中国大陆去交流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可以看出来 民进党的标准是很容易改变的 是为了他现实的利益考量 可以随时的做一些调整 那接下来我们要了解到的是 民进党党主席补选的相关的事项 那在10号的时候就会开放民进党党主席的补选登记 党魁之争也算是正式开打了 包括台立法机构负责人苏家全 台文化部门主管郑力军 台中市长林家龙 前明代陈其迈都被外界点名是挑战党魁的人选 那新的党主席产生之后呢 就直接要面对的是2020选举 以及明代改选的提名布局 牵动着蔡英文能否继续去挑战连任 让此次民进党主席之争 也是格外的受到重视 民进党5号举行中职会 通过了第16届党主席补选选务工作日程 10号到14号办理党主席补选登记 19号召开中职会审查候选人资格 20号进行抽签 30号办理候选人电视证件发表会 明年1月6号办理党员投票 并于9号公告党主席当选名单 谁来带领民进党 党内有不同声音 大家都对林家龙 他的这个所谓的执行力 还有他的效率 我觉得大家都对他非常的肯定 虽然林家龙在台中市长选举中输了 但是民进党内非新潮流系劝禁声浪不小 希望由终生代的林家龙接棒 而新潮流系则是看中台文化部门主管郑立军 郑立军跟林家龙都受到台湾社会长期的栽培 他们在从学生开始也都一直的磨练自己训练自己 来担任党主席的话 两个人都是非常的人选 那都有社会来严格的检验以及选择 有民进党人士透露 郑立军还在观察社会反应于党内各方评价 只要确认正面声音多出骂几率很高 民进党党主席之争派系斗争扶上台面 而日前传出有意参选的台立法机构负责人苏嘉全态度 则转向保留 依照民进党的实陈规划 新任党主席负责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提名 及明代改选布局 但是民进党内评估九合一败选的冲击太大 已经影响到他们在2020选举的选情 决定打破以往惯例 提前成立2020竞选办公室 竞选办公室找好了吗 面对媒体询问 蔡英文没有正面响应 据报道 目前竞选办公室已经找好了 地点就是苏贞昌位在板桥车站旁的 新北市长竞选办公室 蔡英文提前展开连任布局筹组团队 也牵动未来与新任党主席团队的互动关系 蔡英文上个月是辞去了民进党主席的职务 那民进党接下来就要进行这个主席的补选了 今天请一直到14号是开放登记 在明年的1月6号的时候去进行投票 而就党内媒体的报道呢 这个新潮流系决定要不退人参选了 与这个英系是一起公推 现任的台文化部门主管郑力军 那想请教一下李教授 就是新潮流系他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其中有什么样的政治算计呢 新潮流这个派系 他是目前民进党内第一大派系 我想他对于这个党主席的 目前这个补选党主席 应该会有以下的考量 第一个是在11月24号选举之后 整个台湾几乎绿地变蓝天 国民党赢得了15席的县市长 民进党只调到成为只有6席 那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败选的责任可能是民进党要来共同承担 特别是新潮流系 在民进党的大败之中 我觉得是责任中的责任 他要必须要承担最多 譬如说民进党输了高雄市 高雄市过去12年来 在成局的当任市长之下 让市民感觉到经济不振 没有什么希望 而高雄市也让这个国民党的候选人 韩国瑜有了一个所谓的寒风 这个寒风的所谓的外溢效应 席卷全台湾 让国民党能够全胜 所以我认为民进党的败选 其实高雄是首当之责 那么这个要承担这个责任 应该就是成局 成局就是新潮流系的大佬 所以还有好几个县市 其实陆陆续输掉都是新潮流系 所以我认为从败选的责任来看 民进党应该第一 尤其是新潮流系 应该要深自的检讨反省才对的 不应该这时候强出头 这第一个考虑 第二个考虑我觉得 新潮流系放眼的是什么 放眼的是2020 最差也是2024年的台湾领导人 所以在这个考量之下 只要能达成这个目的 2020或2024的领导人 新潮流系推出领导人目的 我觉得谁当党主席 不是那么重要 因此你刚刚的问题是 新潮流有什么样的政治算计 他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节骨眼上 对于民进党党主席的补选 他不会推出新潮流系的自己人 他可以推出一个 跟他友好比较中性 他较能接受的人选 这样来担任民进党的党主席 因为他是个补选 任期有一定的限制 而且立刻要承担 好几个补选的一个政治责任 所以坦白讲 这个补选的主席 其实并不是那么好做的 而且大概是有功无赏 有过要赔 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新潮流系 推一个跟他们过去 友善的非新潮流系的人马 出来选举 输了也不用承担太大的责任 我觉得这才是新潮流系 民进党新潮流系现在的如意算盘 那再来说说 关于郑力军这一个人选 之前是传出呢 这个要参选民进党主席的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苏家全 如果说郑力军去跟他相比的话 这个资历真的不算深 而且年纪真的是非常的轻 那从他此前的 这个政治生涯的表现来看 如果说他成为党主席的话 有没有可能去平衡民进党内的 这一些派系的势力 郑力军拥有众多好的条件 又有钱 又年轻 又是蔡英文的闺蜜 又是蔡英文的文化台独路线的执行者 跟蔡英文的私交非常的好 郑力军做党主席 不就等于蔡英文做党主席吗 郑力军来担任民进党的党主席 可以压制住许多的声音 他比林家隆还年轻 他比陈其迈都年轻 所以郑力军一出来的话 那真的代表民进党是中生代全面接班了 尤其很中生代接班的 这时候回过头去会说 郑力军这个人选不错 蔡吉桑不就如此说吗 连老老掉牙的林佐水也说郑力军不错了 所以如果郑力军担任党主席 然后苏家权继续的留守立法机构 然后蔡英文的办公室 陈菊担任这个蔡英文办公室的秘书长 然后以他新潮流大姐大的身份 压制住新潮流的气焰 然后行政部门先把赖清德留下来 如果赖清德审完总预算要离开的话 那苏贞昌接上位置 而苏贞昌接上位置以后 新潮流现在也想拉拢苏贞昌 而苏贞昌在这一次选举过程里面 跟蔡英文也误会宾室 也成为了战友 在这种情况之下 苏贞昌担任行政院长 也符合蔡英文的期望 所以这一朝权力的布局 那等于府院党加立法机构 三加一的权力布局就完成了 蔡英文认为 这个权力布局完成以后 再把赖清德稳住 成为他的副手 也就是所谓的英德配 或者叫蔡赖配 那蔡英文连任之路就摆平了 下一步再争取白绿合作 要再把柯文哲纳入他的合作的范畴之内 然后再去全力打击国民党 那这时候连任之路不就是一片光明大道 就成为坦途就反败为胜 立即成功了吗 郑立军这个人选 现在照这个教授一说 真的是非常妙 但是虽然蔡英文的这个梦想蓝图 是画得很美 可是也有一句老话 叫做梦想是很丰满 现实有的时候很骨感 刚刚当时邱教授也提到了一个 就是说中生代接班的一个话题 其实这一次飞行潮流系的人士 也是在积极地劝进另外一位中生代 也就是台中市长林嘉龙来投入补选 但是在上个月的岛内县市长 选举当中寻求连任的林嘉龙 他是以20万票这样一个大的差距 是败给了国民党籍的卢秀艳 想请教一下李教授 如果说林嘉龙这个时候 出来选党主席的话 败军之将如何服众 首先我认为 从民进党这些政治人物的 个人的表现来看 有一些我们还是要肯定他的 譬如说像不管是陈其迈也好 林嘉龙也好 在选举完了以后 他没有放弃了他那个耕耘已久的地盘 他们积极地出来跟民众谢票 然后表达他反省之意 甚至透过这种谢票反省 制造凝聚更大的一个力量出来 可以看到陈其迈也好 可以看到这个林嘉龙 他们透过脸书直播等等方式 其实都表现了很好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来看 这个林嘉龙或者陈其迈这些人 他们努力地表达出他的反省 检讨谦卑谦卑再谦卑 重复再不断地去经营他的基层 会不会这一次投反被票的人 下一次就完全集结力量来支持他们 其实是有可能的 第二个我觉得林嘉龙 他的败选坊间的一些俄语传出来 他最大失败原因就是 这个民进党执政团队的不利 把很多的债留给了他 所以他是非战之罪 他选书其实不是他个人的政绩 或个人领导风格 不符台中市民的期待 而是民进党的能源政策 在台中有火力发电厂 造成严重的中部地方的空气污染 让台中的市民无法接受 这样一个能源政策 所以他们投这张票 不是反对林嘉龙 是反对民进党的执政 最后一个我认为是最关键的 民进党的派系共治 也许在未来的选举当中 派系如何发挥它的整合的功能效果 那么如何在党内争取最多的支持 再讲白一点 在利益交换的过程里面 怎么达到最大的满足 我觉得就是未来胜选 党主席胜选的一个关键 民进党当局为了要杜绝 所谓的假消息是又有了新的动作 将对十几项相关法规进行修改 包括保险气象 还有数字通讯传播等多个方面 甚至是还要求发布信息的社交媒体 必须要24小时内下架 不过蓝绿民带对此都是有一定的疑惑 指出假消息该如何界定 而且处罚假消息要社交媒体的配合 是否有可行性 为了对假消息开战 台行政机构祭出十多项法规修改 包含社会治安保险气象等多个方面 其中与社交媒体最相关的 就是数字通讯传播条例的改动 将增列行政主管机关或检举人 一旦发现有人在社交网站散播不实讯息 可要求平台业者进行事实查核 查证属实 业者需在24小时内将假讯息下架 否则将被处以罚还 但是假消息如何认定 又该如何管理 蓝绿民带对此都有疑惑 谁来认定是假新闻 第二个怎么来执行 第三个像YouTube Facebook 这些国际的社群媒体 愿不愿意配合 都会面临重大的争议 社群网站本身的连坐的法则 那如何去认定 那还有这样的一个法则要定定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想这只是先抛出来 让社会一起来参与讨论 而在国民党看来 这些法规的修改不仅在操作面有困难 也从实质暴露出民进党不思反省的态度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洪孟凯9号在领书发文表示 蔡英文当局宣告要查不实消息 还要修法要求业者在24小时内下架 但是蔡当局才刚说完要检讨反省 却又回到怪罪假新闻的一千零一招 换句话说 蔡当局还是没有了解到底民众反弹的是什么 洪孟凯痛批 蔡当局怪东怪西就是不怪自己 说了一千零一次的假新闻 脑筋还动到社群网站上 最终最让人无法相信的 还是打压新闻自由的蔡当局 其实呢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 这个岛内所谓假新闻的话题 是一直都没有平息 那之前呢外界就批评民进党当局啊 那个其实邱教授李教授 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提到 说是呢这个是民进党当局啊 为了要挽救之前的县市选举当中 不利的一个局势 所以采取的一些方法招数 但是现在选举已经结束了 这个所谓的打假新闻好像越演越烈了 邱教授怎么回事呢 蔡文基本上你要他完全承认 民进党九一选战的大败溃败惨败 是他改革路线发生错误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蔡文必须找一个错误的根源 所以他必须告诉大家 我蔡文的改革没有错 我的方向是对的 我甚至连做法上都没有很大的错 就是假消息害了我 所以选后更应该针对假消息 来做一个有效的杜绝与执行 甚至要抓一些释放假消息的社交媒体 或者传统媒体来做计评 这样才能够符合蔡英文说假消息 危害之列的一种说法 蔡英文现在所谓的假消息 就产生了三个问题出来了 第一个问题 到底什么叫做假消息 那如果你把假消息的范围拉得很大的话 那台湾的媒体都有立场 台湾的媒体都有偏颇 那没有个媒体逃得掉了 第二个 谁来认定假消息 过去是司法 你现在显然要用一个另外一个单位 来认定假消息 你认定假消息的单位 很可能具有政治动机啊 那不就是以前处转会的东厂吗 第三个 你认定这假消息以后 你怎么处罚 你怎么执行 你的执行的方式是什么 难道吊销他这个电视台的牌照吗 明年不发照吗 不可能啊 你这么做的话 你又违反了新闻自由 蔡英文很明显的 因为太倔强 因为太致富 因为太自恋 始终不肯去检讨自己内心深处 可能是能力不足 可能是方向错误 路线错误的问题 而硬要找一个假消息 来作为它的借口 我都可以预测 搞假消息这个东西 若真的雷厉风行做下去的话 那民进党现在这一个已经半死的生命 很可能被蔡英文的假消息搞死掉了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现在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好奇 就是这出戏已经唱得这么大 接下来要怎么下台怎么收场 那台行政机构呢也是称啊 说如果有被认定是假消息的 那发布假消息的这个社交媒体呢 就必须要在24小时内把它下架 还上升到了说呢 要出台相关的处罚条例的一个程度啊 那处罚假消息要社交媒体去配合 李教授有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啊 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应该思考更重要的是 为什么会有假消息或假新闻 那第二个是 为什么台湾人民会相信假消息或假新闻 民进党不是常常的高喊 台湾是一个成熟的社会 人民的政治素养很高 这样一个成熟所谓有智慧的 为什么会相信假消息 而且喜欢传送假消息 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它应该是对现在的执政当局的不满 才会投射出这样的心态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 根本的问题 我觉得啦 一是要媒体自律 二是要人民自觉 三就是那样的执政的政府 应该赶快下台 这样才会解决所谓的假新闻 假消息的问题 您刚刚问我问到说 这些社交媒体会不会配合 他们当然不会配合 第一方面是 这些社交媒体 本身都不是台湾本土的产业 它本来都是一些境外的产业 在台湾设一个分公司 或设个据点 服务台湾的民众 所以你要怎么要它配合 这不可能 第二个 就算它一旦配合了 我相信这一个社交媒体 在台湾从此就被列为 拒绝往来户 是被谁拒绝 不是被政府拒绝 是被广大的台湾人民 列为拒绝往来户 我相信如果哪一个媒体 一旦配合这个政府 这样的作为的话 大概所有老百姓 就不愿意用这个社交媒体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社交媒体为了生存 为了它长期以来 维持的所谓的公信中立 所以我相信它不可能配合它 刚刚您提到这一些民进党政府立的这些修改法案 想要处罚的这些事情 当然做不到 反而我认为会变本加剧 会让老百姓更不信任政府 所以我们讲嘛 这个良药都是苦口的 中言都是逆耳的 只怕是大家这么苦口婆心 说了这么多以后 民进党当局还是觉得 你们都是假消息 罚你们 好了 那谢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福州演博士 科竹 好的 谢谢诗元 海基会前董事长江炳坤 10号病逝台北马街医院 享受85岁 江炳坤8号在京华酒店聚餐时 无预警昏迷 送医后确诊主动脉剥离 当晚虽然装上了液克膜进行手术 但是10号病况急转直下 家属悲痛同意把管 江炳坤1932年生 台湾省南头线人 曾任中国国民党第一副主席 2005年3月30号 时任国民党副主席的江炳坤 率团抵达中山林实现破冰之旅 这是自1949年后的56年来 中国国民党首次以党的名义 委派代表团败业中山林 2008年5月 江炳坤出任海基会董事长 2008年至2012年期间 作为海基会董事长的江炳坤 与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举行了八次会谈 签署包括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也就是ECFA等在内的18项协议 推动了两岸直航经济合作民间往来 促进了两岸和平发展 四年前张化县长选举 民进党劫段一康指控当时的国民党张化县长候选人林苍敏 涉嫌诈领公款 经过四年的官司 段一康败诉必须在报纸上刊登道歉启示 但是他却在脸书上说自己心里很不爽 没看错 刑莫报纸半版广告署名民进党名代段一康 绿营大炮道歉了为的是这件事 回顾2014年段一康帮时任民进党张化县长候选人魏明谷助选时 指控国民党候选人林苍敏当屈棍球协会理事长诈领补助款 还说不是事实要吞屈棍球 魏明谷也引用段一康的言论攻击林苍敏 全案经台所谓最高法院于今年8月判决定验 段一康和魏明谷败诉需赔偿100万元新台币 登报道歉移除脸谱网上相关文章 段一康委员在台上发表这样的一个言论 其实我们也是有所稳的 法院他已经判决确定 而且强制执行 所以我们也真的很无奈 但是我们对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是不服的 魏明谷不服气 段一康也在脸书说 登报是法院的命令 规格都必须照法院的要求 心底当然不爽 那么被道歉的林苍敏怎么想呢 登报道歉这是辞来争议 但也不算什么争议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选举的阻断 政治人论要诚信 如果你许下落眼 段一康 你为民谷 你就把区贵球吞了吧 林苍敏很酸段一康 看来驱棍球争议没办法随着道歉起事 刊出就落幕 而网友显然对段一康紧登报道歉并不买账 纷纷去段一康的脸谱网上留言 登报道歉就花了钱了事而已 但是驱棍球势大 看是三杯清蒸酥炸料理的方式可以多想想 比较想看段大委员吞球表演 你已经没有公信力了 别来沾边 只要你支持的都坏掉 吞了驱棍球说话才会有人信 很多人看不懂也不想看 头壳中只有满满的驱棍球 台当局所谓驻日代表谢长廷 近日因为要台湾民众别再出言刺激日本 被网友踏伐是帮助日本的所谓驻日代表 不料谢长廷之后又回呛网友 是中文看不懂吗 对此国民党政策会前执行长蔡正元指出 谢长廷的问题不在嘴皮 而在心态向日本人的小媳妇 据报道 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日前表示 台湾通过反对日本食品进口解禁的所谓公投 将无法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议 也就是CPTPP 随后台所谓驻日代表谢长廷便表示 将全力预防最坏的结果发生 希望台湾民众不要再继续刺激日本 此言论随即遭到台湾网友群情激愤的狂虚 炮轰谢长廷一直媚日 根本就是舔日代表 8号谢长廷又在社交网站发文 为自己辩解称 禁止台湾进口日本食品的所谓公投通过之后 日本社会不免有失望和反弹的声音 但是台湾少数政治人物散布日本不敢向世贸组织控诉 或控诉反而会让自己进退维谷等言论 因此他才跟记者说此时不要讲话刺激日本 不料被网友批示捧日 谢长廷还对网友回呛 是中文看不懂了吗 还是霸凌他习惯了 对此国民党政策会前执行长蔡正元9号也在脸书上批评 谢长廷颁出所谓为了台湾好的理由 希望台湾民众不要再去刺激日本 但是台湾是给他们赚钱而不是赚他们的钱 哪有台湾让他们赚钱还要看他们脸色的道理 除非是台湾那些没有吃日本人口水 无法正常生活的皇民政客才怕日本人动气 蔡正元说 谢长廷的问题不在嘴皮 而在心态向日本人的小媳妇 所以问题也不在于懂不懂中文 而是在于懂不懂驻日政客的日文 针对蔡正元的言论 台湾网友们在底下留言处表示赞同 称驻日代表升级到铁日代表 据何时的所谓公投是人民的选择 有这么难懂吗 还怒批台当局昧日 在下一节您将会看到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再宣布两项人事变动 提名陆军参谋长马克米利 出任下一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 今年年底去职 人事变动频繁将会给特朗普政府 带来怎样的影响 时事评论员郭宪刚为您带来独家观察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爱客主 选好赚六贵福 全国连锁新任直选 本栏目由六贵福珠宝居名播出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继7号提名新任驻联合国代表和司法部长之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再宣布两项人事变动 提名陆军参谋长马克米利 出任下一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 今年年底去职 近一段时间特朗普政府人事变动频繁 引发关注 据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 在社交网站上宣布 提名陆军参谋长马克米利 担任下一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接替即将退役的现任主席 约瑟夫·邓福德 不过交接日期尚待确定 按照程序 米利的提名需得到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批准 邓福德目前的任期为两年 将于明年10月初结束 宣布提名米利后 特朗普8号下午又在白宫向记者表示 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将于年底离职 但他并没有宣布接替凯利的人选 对于特朗普的这一通告 凯利尚未做出公开回应 据知情人士透露 特朗普和凯利已经在近期达成协议 后者将于不久后辞职 而凯利的继任者不少美国媒体认为 副总统彭斯的办公厅主任尼克·埃尔斯 是最有可能接受这一艰难任务的人选 变似乎是特朗普执政的特点 不仅人事变化多 国防开支的数目变化也很大 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 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 特朗普之前抨击 2019财年7160亿美元国防开支预算高到风 现在似乎同意了国防部长马蒂斯提出的 比此前高出300多亿美元 高达7500亿美元的2020财年国防开支预算 该官员表示 总统完全支持国防战略 并同意继续重建军队 此外韩美新一轮关于防卫费分担的谈判即将举行 美国媒体爆出特朗普想要韩国分担费用增加一倍的消息 对此韩国中央日报报道说 目前韩国分担的驻军费用为8.3亿美元 提升至16亿的话 事实上相当于要求韩国分担2.85万名驻韩美军驻扎费用的全额 韩美谈判在即这算是赤裸裸的施压 东亚日报报道称 有分析认为白宫目前正在展开舆论战 以营造提高韩国分担费用的舆论氛围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 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在今年年底离职 而陆军参谋长马克米利则是被特朗普提名担任 下一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那么在中期选举输掉众议院 又面临通俄门调查等执政危机的情况下 特朗普对其团队再度进行洗牌 是会带来新气象呢 还是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 特朗普其实每次对他的内阁 白宫住属进行调整的 都是当他和这些住属们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或者是他们住属之间的矛盾 加深的形势下来进行调整的 因此每次调整完之后会有所改善 也就是说因为新人刚刚上台 彼此之间还都能够彼此容忍 还能够合作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新的矛盾就出现了 比如说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 当初特朗普选凯利来做白宫的大管家 其实是为了应对当时白宫内部出现的各种矛盾 出现的各种混乱选择了凯利 因为凯利是个军人出身 为人也很正派 管理方面也很有一套 他入主白宫之后 作为大管家以后 整顿了白宫内部的这种混乱的局面 使得白宫的工作纳入了正规 但是与此同时 由于他的整顿 也得罪了一些人 特别是像特朗普的女儿 女婿对他都不满意 因为他要求 他的女儿女婿在白宫要见特朗普的话 也必须经过他的同意 所以时间长了 新的矛盾就有出现了 那么特朗普对凯利的这种 严格的这种管理也颇有微词 所以渐渐的就感到不适应了 就要换他 其他的一些住所的更换 也有类似的情况 因此当新的人担任了新的职务之后 有一段最初的情绪 应该说是还可以 大家还能够和睦相处 但是谁的时间退就不行了 那么这次我想把凯利换到以后 再换上的人过一段时期 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也就是说会逐渐的又陷入一种新的矛盾 这就成了一个怪圈了 摆脱不了的一个怪圈 那么我个人认为 特朗普这次走马换将换一些助手 也会重复过去的那样的一种现象 也就是说刚开始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好像白宫出现了一种新的气象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就又会陷入另一种的混乱和矛盾之中 特朗普才刚刚抨击完美国2019财年的 7160亿美元国防开支预算高到峰之后 美国国防部官员称 特朗普转眼就同意了国防部长马蒂斯 所要求的2020财年更高的 7500亿美元国防开支预算 特朗普为什么扭头就改变主意了呢 2020财年美国为什么会需要高达 75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 特朗普在上台之初我们知道 他提出要加强美国的国防力量 要增加军费开支 从奥巴马时期的6100多亿美元 已经上升了1000亿美元 达到了7160亿美元 已经是很高了 当到了7160亿美元的时候 特朗普突然发现这个数字太高了 因为特朗普知道美国的经济 现在还是有些问题的 他的财政预算赤字赤字很大 赤字过大的话 那会影响到政府的运转 也会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复苏 因此特朗普前两天他就讲过 这个数字太大了 真是一个疯狂的数字 要和中国和俄罗斯商量 怎么来裁军 来削减军费 当时他讲了这么一句话 所以当时美国的军方就不满意 认为你这是违背了你当初 这个要增加不断增加军费开支的竞选诺源 因此军方向特朗普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这是一 第二 特朗普也知道 这个军方是美国共和党的选民的基础 如果得罪了军方 包括和军方有关联的军火工业的巨头 那么在2020年的大选中 特朗普想连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因此出于这样一个考虑 特朗普又突然又改化 把军费开支 要同意军方的要求 那么美国为什么一直把他的军费 维持在这样一个高度呢 我们知道美国的军费 是排在美国后边六七个国家军费的总和 实际上从保护美国的安全来讲 远远足够了 远远用不了 但是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要维持他在世界各地的主导权 或者说霸权 那么我们知道 他有十几艘航空母舰 在世界各地 主要地区战略要地 都有军事基地 这样的一笔开支是非常庞大的 此外美国认为 只有他的军费开支 远远大于所有主要国家的支合 美国才能够在世界上 处于No.1的地位 才能够拥保他 多一无二的这种霸主的地位 因此美国的军费开支 一直是处于这样一个高水平的一个阶段 另外我们知道 美国的军费开支高 也与美国的选举制度 它的内政有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的选举 金钱是占很大的主要的作用 而军火巨头 他们在金钱方面 对支持各党方面 它是很舍得下功夫 下本钱的 因此为了军火商的利益 也必须增加军费开支 因为只有增加军费开支 美国的军队的武器装备 才能不断的更新 那么军火商才有更多的利益可赚 因此出于这些原因 美国的军费开支 就远远的高于它的实际所需 我们就美军军费的相关话题 继续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 另一方面 美国媒体还爆出 特朗普想要把韩国分担的 助韩美军费用翻倍的消息 那么特朗普想要美国盟友 多分担助军军费 为什么会从韩国下手呢 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对韩国施压已久 特朗普能够达到目的吗 特朗普上台以来 实际上一直对他的盟友 包括欧洲的盟友 包括日本韩国 都是提出要求他们 提高军费开支 提高美军军费负担 驻扎美军军费负担的要求 那么这些国家 也都一直在和美国谈判 那么最近他为什么 对韩国这样的压力这么大 是由于目前韩国和美国的 军费分担的谈判 正好是从第九次进入了第十次 在这个阶段 特朗普要抓住这个契机 来压韩国做出最大的让步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 是我想特朗普也有一种考虑 那就是朝鲜半岛 现在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尤其朝鲜和韩国 双方的关系 这个改善的幅度 是令人眼花缭乱 那么如果半岛的南北 双方关系大大改善了 美国在韩国驻军的规模 是不是能保存这么大 那是一个大的问号 也就是说 如果半岛的局势缓和了 美军驻扎在韩国的必要性 或者是它的规模 可能就会有所变化 到那个时候韩国更不愿意 分担美国驻军的更多的费用 因为你的规模将要缩减 所以特朗普是不是想 在半岛南北双方关系 进一步缓和之前 先把军费负担给它敲定下来 省了以后发生变化 我想这也是一个考虑 那么特朗普对韩国的这种压力 能不能使韩国就范 能不能使韩国完全按照美国的要求 做出巨大的让步 我个人认为也不大可能 因为目前韩国负担的 美国的军费开支 占美金驻韩费用的大概一半 特朗普实际上是想翻翻 韩国可能我给你增加 百分之二十三十甚至四十 一点一点的增加 挤压高式的来满足美国的这种愿望 但是不可能一下就满足 特朗普狮子大开口的这种要求 因为如果满足特朗普的巨大的要求 韩国的经济上也有点承受不了 而且他们也知道 即使满足了特朗普现在的要求 过一两年他还会提出更多的要求 因此我想韩国和美国 关于美军驻韩军费的分担问题 恐怕将是一个长期的 双方不断讨价还价的一个谈判的焦点 好的谢谢郭信刚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 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或许更多因视频资讯 请登陆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 3w.fgtv.net 或者是手机下载海部TV客户端 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